這一隻被捕獲的鱷魚還是一隻眼鏡凱門鱷 身體長度包含尾巴大約是100公分 主要是新北市政府棟保處日前接獲新北三峽有民眾通報 在建安路一處的防火象水塔有鱷魚出沒 派人員到現場之後發現呢 這一隻鱷魚已經被民眾使用蓋子蓋起來 終於把鱷魚帶回安置 讓我們來看一段稍稍的畫面 而棟保處人員在聯繫上林姓四組之後呢 這才發現原來是因為最近比較常下雨的關係 水池水未溢出 而在同一個池子飼養的烏龜又在柵欄旁邊挖洞 才會讓鱷魚有機會脫逃 而後續動保處也針對林姓四組 移動保法開拔3000元以上15000元以下拔環 並且呢他還要參加動物保護獎金三個小時 而這一隻眼鏡凱門鱷 他的原產地呢其實是來自中南美洲 體型最大是可以來到兩公尺 雖然他是台灣能夠合法飼養的鱷魚 但因為體型比較巨大的關係 因此呢也建議飼養民眾 在養之前都要考量自身 有沒有能力提供環境 同時要善盡管理動物的責任 避免他竄逃到公共場所影響公共安全